有家长向市议员蔡淑君陈勤表示开学在即 林口地零国小周遭交通环境应全面检视 让学生能有一条安全上下学的通勤囊道 为此日前蔡淑君议员特别邀请交通局公所人员办理会堪改善 家长的一个陈勤也认为就是说现在在暑假期间 希望我们能够在开学之前做好一些交通环境的一个改善 也就是在幼稚园跟闲校端的部分除了颇到需要加强之外 还有就是行川线 蔡淑君表示为了小朋友们上下学行走的安全 交通局在9月开学日前完成了林口地零国小斜坡道的铺设 以及划设行川线无障碍的规划 让大家都可以安心通行 对学区行人及行车的安全性更高 交通局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个行川线把它完成 让今天林口地零国小开学日能够有很安全的一个通学之狼 蔡淑君表示车辆行进学区时 务必减速慢行穿越马路请走行川线 请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全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请民众访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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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民众访问